開運最強, 九運科技罪案點預防 你好, 剃茶師傅 你好 你好, 妹姐 你好 妹姐, 聽說你最近 差點代入了網片陷阱 是, 幸好看了東亞西片 否則真的防不勝防 不過來到九運 真的很多人好像說 會有很多空心老觀的出現 其實你又怎麼看呢, 師傅 因為始終現在九運屬於火 科技資訊也是非常非常發達的年代 而且現在正在轉動氣候 當轉動氣候 整個大環境要變的時候 監管力很多地方不足 真的, 社會要變一些 監管力跟不上市場的時候 會有很多流動的出現 所以多了這麼多老千 去利用這些流動 但是你說接下來的流動 我會不會越來越調整 我相信五年之後會的 還有另外, 樣貌又不容易被人騙 我看過一些樣貌很聰明 都很容易被人騙 是嗎? 真的, 看你騙什麼 有些可能騙你的身體 有些連你的身體也不騙 只是騙你的錢 有些兩個都騙 你真的可以… 身體也不騙你了 對, 連身體也不騙你 就要檢討一下自己了 就是這樣 直接放水 對 你有什麼經歷?分開一下 簡單來說是沒有問題的 難的 你要憑感覺 他的眼睛沒有對焦 所以跟你說話沒辦法 沒有焦點… 對… 沒有焦點… 對, 沒有焦點 不是, 沒去到這麼快 就想跟你說一刻 就不知道飄去哪裡 會有這些東西 眼神比較閃力 眼神這個很重要 所以如果容易被人騙的朋友 練一下眼神 靈麗一點 對, 看著一點 是 瞇著它 對, 不用瞇著我 另外, 還有一個 這個波折 就是你的喜折 原來是不是感情不好 鼻子的折 對 是, 有一個說法感情不好 我也說過很多次 但是由於鼻子有折 也是代表這個人特別顧家 有責任心 所以我們一定要看他的眼睛 有折, 我們常常說 你的鼻子有波折 就是你的感情不好 但是其實 我們如果配合眼睛 我們要看他的眼睛 有沒有神 是不是有鞋子氣等等的東西 而判斷這個鼻子 是一個好的折鼻 還是不好的折鼻 好… 對 有折, 未必是好或者不好 不是的, 有一個好折鼻 是完全相反的 就是特別你有家庭 很有責任 當如果有責任的人 很容易被人騙的 利用你家人騙你的錢 這個真的是… 就是告訴你 陳伯, 你兒子撞車 你快點會四萬元 就是那些 很害怕 這些真的會… 特別要小心 對, 不過有折也好 比沒有折 不是的 比較划算 不是的, 沒有折就好一點 因為他要配合你很多人 我選擇就要有折, 即波鞋也是有折 沒有折, 多數老實一點 好, 最後 TASA師傅會不會給這些 建議一些比較容易被人騙的人 讓他們沒那麼容易被人… 陰道呢? 陰道呢? 好, 如果你要不想被人騙 第一, 出去多點, 認識多點不同的朋友 這句話 這樣更容易被人騙? 你不要這樣想 我要去增開眼界 因為很多人現在就是躲在家裡 窄在家裡 我只看新聞 每天看些很負面 當你越來越接觸負面的東西 這些東西只會吸引到你 吸引發生的其中一話 你不小心 你天天潛意識進去 你不想吸引, 也會吸引 第二的話 你是需要放一些… 放一些風水東西 避免你破壞 對了 你們可以放那個… 酸盤 酸盤? 對, 外面對著自己 裡面的負面牆 正藍衛 避免你破菜 好的 今天真的謝謝TASA師傅 謝謝 區區有運行 九龍城龍年運輸 來到九龍城通常都要吃東西 是嗎?駱小姐 是, 是有主意來吃東西 不過自同地節開通後 不覺得這區特別旺 不知道是不是疫情 還是風水的問題 師傅 其實兩樣都有 因為2020年開始是我們大運 八運轉九運 這個逢親大運轉 其實有很多人開始走下坡 有些人會上來 所以你看到街頭昂尾 其實有很多店舖撿了一盒 但又有很多新的店舖出現 湧現 所以這是一個正常的情況 我們到了2024年 正式大陸九運 情況就會比較穩定 生意也沒有那麼波動 而且這區以前有機場 現在機場搬了 好, 建了很多單棟樓和重建 會否影響到這裡的風水 那些單棟樓是不會影響的 其實現在九龍城這邊有個好處 就是它的地鐵站在南邊 只不過南邊以前是靠機場的人流 走來這裡吃東西 但現在那邊 因為政府還未發展起 那裡又沒有住宅 我們的體育城還未做好 所以那裡沒有人流 如果那裡的人流一增加 他們就會自然過來這邊 九龍城吃東西 所以這個時間 但我們估計大概是2025至26年 這裡就會旺起 我也聽過是否北面有水 南面有路 沒錯 路就比較好 對, 現在南面是有路的 只不過那邊有路, 但沒有人 沒有人流 對 其實建了地鐵站 照計上升了一聲 怎料都差不多, 為甚麼會這樣 這些是過渡期一定出現的現象 等於我告訴你 去年說, 今年樓市下跌 是 現在就下跌了 那也沒得說 不是因為轉運後就會變得更好 樓市要變得更好 也要到2024年 才會跌止, 跌停了 才會開始慢慢上升 好的 即是接下來的區域也會旺嗎 對, 但要一段時間 就是25至26年之間 會旺邊一些行業 之前吃市很多 之後會否說是其他… 譬如買衣服、鞋子 那些呢 九龍城這邊 第一件事 九韻是熟火的 是 火是旺廚師旺主食的 所以 其實這裡仍然是以飲食為主 還有這裡有一個好處 就是因為這裡有很多 小型的發展商和小型的地主 是 所以這裡有我們城市裡的 所謂的街面、店舖 不是一個大發展商 而是一個大商場的造型 就是業權比較分散 沒錯 這種分散的業權 反而可以製造了很多有特色的小店 所以你看到 九龍城裡有很多特色的小店 蔣師傅, 總括來說 九龍城這一區是否未來值得期待 是的, 而且這裡有一個特別的地方 因為轉了九韻之後 那些店舖… 因為這裡的路是南、北向 大部分的店舖要是向東 要是向西 而在九韻裡面 向東的店舖比向西旺 我會向東的店舖吃東西 我以為你去買的店舖 買吧 師傅 你替我旺下財運 有份感到之, 移民都要廣命 康師傅之前說過 有否移民名字 對… 看得出的八字 但如果要移民 而去哪裡好 哪些地方適合他 有否說去哪裡 有的… 差了去東 就去日本 差了去西 那個就不關閒民事 就去… 那個不關閒民事 就去格魯吉瓦 首先, 看你能否先離開 如果不能離開, 你當然不用理 東南西北都不用理 如果你的生命線又這樣彎出 你的額角又很闊 法靈脈又這樣生出來 你的命又衝, 你一定離開 離開當然要分開八字 需要甚麼元素 我們把地球分開為南半球和北半球 即是你近尺度的地方就熱了 熱是甚麼意思呢 如果你的命中需要火 你就去熱的地方 近尺度那些 對 飛洲、埃及等等 也可以, 飛洲、埃及 或者南半球都可以擲 你要火, 你要火就要去暖的地方 誰知道你需要火 就是你本身出生 一般冬季出生的人 他都需要火 即是立冬之後 11月7日, 1日至2月4日立冬 他都是需要火 如果你生在北方, 更加需要火 因為北方的經緯度 北方的更冷, 已經下雪 所以你更加需要火 是 所以你去暖的地方 是 那就最好了 但如果你在香港出生 冬天也不太熟, 但他還是需要火 沒有那麼多 對, 需要火 你就去暖的地方 泰國 泰國, 新加坡, 馬來西亞 好, 倒一會兒, 你不要太簡單 如果你的命很燥熱 一般來說就是立夏後90天 立夏是5月5日 每年都是5月5日 立夏後90天出生 尤其是你在香港出生的人 因為香港是南方人 已經比北方的地方更熱 所以熱上加熱 如果立夏後90天出生的人 你需要冷一點 冷一點就要去, 不要去這麼熱的地方 冷一點的地方在哪裡 好像在芬蘭 加拿大 加拿大, 加拿大 沒錯, 加拿大是最好的 因為美洲也有分南、北 美洲的北就冷 美洲的南就不會那麼冷 這樣分 所以例如你在澳洲 當然不太適合 如果你在澳洲嚴格來分 你在澳洲的下面就比較冷 然後在麥爾本 塔斯曼尼亞就比較冷 你要自己選擇 選擇冷一點的地方 對你本身出生的時辰八字 真的有挺大的幫助 因為我們所謂八字算甚麼 都是算天文的經緯度 算是寒和熱的問題 所以有些人為何和時辰八字出生 為何他這麼好和那麼差 因為不同地方出生 那就不同了 所以如果可以移民的就移民 如果沒有移民 你強行去也是沒用的 去了之後反而不太如意 或是不開心 但如果你有移民的 你覺得現在好像沒甚麼發展 你就可以去見面 原來是靠近的 也是好事 和你又反對 為何我又問你 和你會不開心 在影響 Use人